繼續請柯委員建民發言 因為兩個國情 以及司法制度差不多 我在這裡講一個 我一個人生的經驗 事實上對於要採用哪一種制度 我要告訴各位 各位都是偉大的政治家 但是呢 我們這一代的政治人物 最重要兩個事情而已 一個就是司法制度的變革 司法改革 另外一個就是修憲 我四十二年前 1978年的時候 我在日本讀書 我住在Nakano 所以呢 對於日本這種制度 我一直也在研究 那有關於到底要哪一種制度 在這晚近十年內 我問配所有的人 也希望跟每一個人溝通 當然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司法改革 那朋友 所以在2016 民進黨執政以後 我第一次隨同立法院的官司拜訪 就是第一次跟隨 就是前任我們的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到日本訪問 拜訪自民黨 我一般訪問自民黨的時候 七早水 就是自民黨的前幹事長 他當然就是推動 日本的 裁判人員制 另外 我到自民黨總部看到一個 因為木板上寫著 憲法改正幫助 日本要修憲 所以 我們這一代 的所有立法委員 非常有幸 我想這兩個都會在這一屆完成 那至於要不要溝通 我再一個告訴各位 所有司法會的朋友 包括他天天整天罵我的朋友 落實以前我請教對象 我也用盡所能 我們黨環三長 還有司法院 還有周春明 還有郭國文 另外也有法務部 在有辦公室裡面 談了六次 這是破天荒的 就私下一直談 每次四個鐘頭 到最後一次 時間比較短 因為他發現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時候 大家去覆賓 用錯的 罵來罵去 但是我們也忍耐 有人發飆 所以我都期待 我們司法的改革 能夠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但是今天 我要向我們過去的朋友說 我們暫時分開 以後 我們還有合作機會 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司法制度變革 謝謝柯委員 繼續請邱委員顯示發言 謝謝